一天 佛陀从肚体长者的门口经过 那时长者不在 看见长者的家布置的富丽弹簧 大厅旁还放着一张精美的座椅 有一只狗很舒服地趴在上面 这狗看到佛陀探头进来 就从椅子上跳下来 凶狠地一路 直飞 汪汪 你就是这份贪嗔之心不去除 过去生这样 现在生也是这样 一切依然不断 没多久 肚体长者回来了 这只狗不像平常一样高兴地跑去欢迎 一直趴在地上不动 连主人叫它 它也不理 于是主人问佣人 是谁得罪我的狗儿 怎么不高兴了 优人向主人报告 刚才佛陀来过 讲了几句话 他就静了下来 连饭都没吃 这位长者爱狗心切 马上去找佛陀质问 您是那么慈悲 但为什么经过我家去骂我的狗 让它闷闷不乐 你关心这只狗是正常的 因为这只狗过去生是你父亲 所以你这么关心它 它也很喜欢你 肚体长者听完不太相信 用什么方法证明它是我的父亲呢 它有守财执着的习气 在你小时候 它怕财产失落 所以埋藏一些金子和财物在家里 因为它执着的念头很重 死了以后还不放心这些金银财宝 所以又投胎到营养的母狗胎内 跑回来看守这些财宝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回去问它 过去所藏的财物在哪里 肚体长者听了半信半疑 回到家后 它摸摸这只狗对它说 你如果真是我父亲 就带我去你埋藏财物的地方 结果这只狗在椅子底下 不停地嗅来嗅去 并且用爪子一直爬 长者看到这只狗的举动 就叫工人移开椅子下的地砖 挖掘了一尺多身后 果然发现许多桩金银财物的 梦和珠宝箱 这位长者看到这些东西时 不禁内流满面地说 好夸张啊 如果人一心执着实在可怕 父亲为了守住这些财物 竟然死后还回来投胎 身为一只守财狗 真是可怜又可悲啊 我太难了 学佛多一点 父母亲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 不要对物质和金钱斤斤计较 孩子的学习成长过程中 父母亲是最重要的榜样 凡是教孩子以正确的角度面对 那么他长大以后便不会是个小气贵 也不会是个花钱如流水的卖家子 对事事物物都可以中庸之道面对 佛教讲不执着 就是说凡事都应该看待 不应该对某件事情固执追求 事上绝大多数人 执着于明、力、食色、税而生起烦恼 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智慧的人 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 不要让烦恼主导自己 甚至于弄到想不开或做傻事 而是要转一个念头 因为所有的事情总有烟消云散的时候 人生如梦如幻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